大家好,这里是C加州城网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继承 这张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不能自动继承的成员函数 继承与构造函数 有缘关系与继承 静态成员与继承 接下来我们首先介绍的是不能自动继承的一些成员函数 主要有以下这三个 第一个是构造函数 G类的构造函数只负责对G类的一些数据成员进行初始化 它是不能够被派生类继承的 派生类要定义自己的构造函数 来完成对派生类的数据成员的初始化 同样的道理 吸购函数呢 G类的吸购函数只负责对G类部分的数据成员进行一些清理操作 那么派生类呢需要有自己的吸购函数 来完成对派生类的一些数据成员进行清理操作 派生类呢是不继承G类的吸购函数的 那么等候运算符 它的功能跟构造函数的功能类似 所以说它也不能够被继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继承与构造函数之间的一些关系 刚才我们说过了 G类的构造函数是不被继承的 派生类需要声明自己的构造函数 那么派生类在声明构造函数的时候呢 需要对本类当中新增成员进行初始化 同时呢派生类也要对G类成员进行初始化 派生类对继承过来的G类成员的初始化呢 要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来完成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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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类的构账函数 G类的数据成员 B 定义一个Pathom类 定义一个Pathom类 Derived 继承至Base类 我们将它的C构函数也接上 将它的拷贝构造函数也接上 待会再加吧 合成员 然后我们构造一个pass内对象 pass内对象 那么为了简单其间 我们也将这个成员做成公有的科技法 构造一个pass内对象 然后将 这两个成员的打印输出 Ctrl F5 那么我们发现了这两个成员 他的值是不确定的 不确定的一个初始值 因为我们在构造函数当中 没有对他们进行初始化 而且我们还发现了 我要构造一个pass内对象 先调用的是G类的构造函数 然后再调用pass内的构造函数 也就是说我要构造一个pass内对象 首先要构造G类部分 先构造G类部分 再构造pass内部分 再构造pass内部分 因为实际上呢 这个pass内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G类部分呢 它只有一个成员B 另外一部分就是pass内部分 它也只有一个成员D 那么B呢 这块内存呢 在前面 在低地址的部分 这在高地址的部分 高地址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要构造 这样的一个pass内对象 它首先要构造G类部分 那么G类部分的构造 是由G类的构造函数来完成的 然后再构造 pass内部分 由pass内的构造函数来完成的 所以说呢 会先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 然后再调用py生类的构造函数 现在呢 我可以传递一个参数 传递一个参数 在pass内的构造函数当中呢 传递一个参数 传递一个参数 对谁进行初始化呢 对这个D成员进行初始化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错误 没有合适的构造函数 没有合适的构造函数 D的值 假设等于100 成功 Ctrl F5 那么这个时候呢 D 这个构造函数里面 我们对D这个数据成员进行的初始化 初始化为100 但是呢 G类部分 G类的构造函数并没有进行初始化 那么如果我们对G类部分也进行初始化呢 又该如何 D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 这个成员的初始化从哪里传递呢 我们现在只传了一个参数 只传了一个参数 会对这个成员进行初始化吗 答案是否定的 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编译一下 而且呢 他还会发现 Base没有合适的默认构造函数可用 Base没有合适的默认构造函数可用 也没有发现 没有合适的默认构造函数可用 原因就在于 PyS内呢 它在构造G类的时候 它在构造G类的时候呢 要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 要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 而这边呢 并没有明确的指定 要调用哪一个构造函数 那么默认情况下是调用G类的默认构造函数的 我们这边没有明确指定 要调用G类的哪个构造函数的时候 它默认调用的是G类的默认构造函数 而当前呢G类是没有默认构造函数的 既然它没有默认构造函数 那么就会失败 那么就会失败 实际上我们可以 在这里呢 给G类一个初始值 比如说等于10 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来进行 构造 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 带一个参数的构造函数 重新生成 这次就没有问题了 Ctrl F 那么G类部分呢 它的数据成员是等于10 Python类部分等于100 那么这两个顺序呢 没有关系 它还是先构造G类部分 然后再构造这个Python类部分 对这个值进行初始化 那么我们可以再传一个参数吧 B 将这个B呢 传递进去 那么G类部分是100 Python类部分是200 没有问题 Ctrl F 100 200 那么释放的时候 刚好相反 先释放Python类部分 再释放G类部分 C构次序 构造次序呢 刚好是相反的 所以说我们在Python类里面 声明构造函数的时候 不仅要对本类新增的成员 进行初始化 还要对G成来的G类成员 进行初始化 对G类成员进行初始化的时候呢 需要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来完成 当然G类如果有默认构造函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提供 那么他会默认调用G类的默认构造函数来完成对G类成员的初始化 只要G类呢 没有默认构造函数 那么G类构造函数的调用呢 只能够在Python类的 构造函数初始化列表当中完成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哪几种情况只能够在 构造函数的初始化列表当中 进行初始化的情况 我们前面学过的一些知识 Cost成员 Cost成员呢 只能够在构造函数的初始化列表当中进行初始化 因为长量它在定义的时候就需要初始化的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长变量 它在定义的时候就需要初始化的 那么这种变量我们只能够在初始化列表当中进行初始化的 前面我们介绍过了 只能够在初始化列表当中进行初始化的 不能够在构造函数体里面进行初始化 实际上呢 在构造函数体里面进行初始化的时候 它本质上不叫初始化了 而应该叫做负值 这是第一种情况 Cost成员 第二种情况是 引用成员 因为引用在定义的时候 也需要进行初始化 也需要进行初始化 那么同样的 如果引用是一个成员 成员变量的话 那么它也需要在构造函数的初始化列表当中进行 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 对G类的成员进行初始化 需要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来完成 前提是G类没有默认构造函数的时候 然后G类的构造 要在派生内的构造函数 初始化列表当中 调用 而且呢 我们就给G类的构造函数 传递参数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给G类构造函数 传递的参数 因为它没有默认构造函数 当然如果有默认构造函数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初始化 如果有默认构造函数的时候 那么紧接着我们再看 OB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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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问题是 Direct对象当中呢 它包含了一个OBJD对象 它包含了一个OBJD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又该如何呢 我们先运行一下看一下结果 Ctrl F 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它首先调用的是G类的构造函数 G类的构造函数 然后呢再调用对象成员的构造函数 OBJD它的构造函数 然后才调用派生类的构造函数 派生类的构造函数 是这样的一个次序 G类先构造 然后是对象成员人次之 然后是自身 然后是自身 派生类对象的构造函数 首先是 首先是G类 先构造G类 先构造函数 然后是派生类的对象成员 最后是派生类自身 最后使派生类自身 然后是派生类的对象成员的构造函数 对象成员所对应的类的构造函数 最后是派生类自身的构造函数 使这样的一个次序 先G类 然后是对象成员 然后是自身的构造函数 那么如果G类 如果G类呢 它也有一个对象成员呢 如果G类也有一个对象成员 又该如何呢 OBJB 可想而知 在构造函数 肌数的时候 刚才哦 这个规则还是仍然适用的 在构造函数的时候呢 先调用G类构造核数 在构造函数的时候 要先构造G类的对象成员 就是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一个 先调用G类的对象成员的构造函数 先调用G类的对象成员的构造函数 然后是G类构造函数 然后是G类构造函数 再然后是Py类对象成员的构造函数 最后是Py类自身的构造函数 我们可运行一下 先G类对象成员的构造函数 然后呢 G类的构造函数 Py类的对象成员的构造函数 Py类自身的构造函数 这是构造函数调用的次序 那么C购的次序呢 刚好是相反的 刚好是相反的 那么如果 这些类当中 它的对象成员不只有一个 不只有一个 那么它先构造 按照这个声明的次序来构造的 不只有一个按照声明的次序来构造的 也就是说在构造几类的时候 可能调用了多个对象成员的构造函数来构造 然后再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 同样的 在构造Py类的时候呢 可能也调用了多个 对象成员的构造函数来进行构造 然后再调用Py类的构造函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延伸 同样的道理 OBJD OBJD 那么现在呢 OBJD这个对象呢 它没有默认构造函数了 这个对象没有默认构造函数 没有默认构造函数 那么在Py类当中呢 它要对这个对象进行构造 OBJD这个对象进行构造 该如何进行构造呢 它也需要在 初始化列表当中进行构造 这时候呢 它无法调用默认构造函数进行构造了 也需要在构造函数的初始化列表当中呢 对这个对象成员进行构造 OBJD 应该是 OBJD 这个对象进行构造 它要传参数 当然我们这边可以提供参数 我们现在为了简单起见呢 就没有提供参数 随便给它一个吧 111 现在来编译一下有没有问题 成功 没有问题了 那么同样的G类部分呢 G类部分 G类要负责对OBJB的构造 而不是Python内负责OBJB的构造 而不是Python内负责OBJB的构造 应该在这里 OBJB的构造 222 这个把它改成1吧 Python内这个是222 那么 这个我们也改一下 假设它也没有默认构造 它就已经可以改成1吧 我们可以改成1吧 所以我们可以改成1吧 它是222 然后我们Python内负责OBJB的构造 同样的它调用的也是这个对象成员的默认构造函数 那么当前没有提供默认构造函数 所以说就会失败 没有合适的默认构造函数可用 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 哪几种情况下只能够在构造函数的初始化列表当中进行初始化呢 这里还应该增加一个对象成员 类的对象成员 没有默认构造函数的时候 只能够在内的构造函数当中进行初始化 调用该对象的构造函数 内的构造函数初始化列表当中 调用该对象的构造函数 进行初始化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探讨 拷贝构造函数的情况 那么假设这个基类呢 我们提供了自己的拷贝构造函数 提供了自己的拷贝构造函数 那么提供了这个拷贝构造函数 假设我们当前实现的功能 我先没有默认构造函数可用 先注释掉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注释掉是没有错的 然后打开 它会提示什么呢 OBJB没有默认的 构造函数可用 没有默认的构造函数可用 可想而知 我们在拷贝构造一个对象的时候呢 也需要对OBJB进行构造 也需要对OBJB进行构造 那么它的构造应该来自谁呢 阿勒当中的OBJB 应该来自阿勒当中的OBJB 用阿勒当中的OBJB呢 来构造这个对象 来构造OBJB这个对象 一个对象初始化 另外一个对象 那么这里面会调用谁的拷贝构造函数呢 OBJB的拷贝构造函数 调用OBJB的拷贝构造函数 当然我们这边没有给出来 没有给出来 这里面调用的是OBJB的默认拷贝构造函数 但是我们需要给出来 需要在初始化列表当中给出来 同样的对这个B的初始化 AV .B 对这个B的初始化呢 要加上一个AV .B 将它初始化给B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填的话 这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拷贝构造的时候呢 构造出来的新对象 这个b呢 它的值就是不确定的 它的值就变成了不确定了 比如说 我先把它去掉 现在虽然编译是没有问题的 编译没有问题 base 我先构造一个b对象 b100 b1对象吧 b2对象 那么调用了拷贝构造函数 它调用了拷贝构造函数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b2对象的b数据成员 b2对象的b数据成员 它的值应该是多少呢 重新生成 Ctrl F 在这里 随机的 随机的 原因在于我们在调用 它的拷贝构造函数的时候 调用拷贝构造函数的时候呢 没有对这个b成员进行初始化 没有对它进行初始化 所以说它是 随机的 因为这时候呢 是我们自己提供的拷贝构造函数了 而不是系统默认的拷贝构造函数 系统默认的拷贝构造函数 会自动对它进行初始化的 逐成员复制 会逐成员复制的 那么如果是对象成员的话 会调用对象成员的相应的拷贝构造函数 进行初始化的 那么我们这边没有提供 拷贝构造函数 那么就会调用它的默认拷贝构造函数呢 对objb进行初始化的 那么现在我把这个加上去 就没有问题了 成功 然后我们看一下 币成员 100 100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看 python 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python内的构造呢 第一个是d d也需要构造 alr 点d 然后呢 对这个objd呢 也要进行构造 objd alr 用alr里面的objd呢 对当前这个objd呢进行构造 第二呢是objd的拷贝构造函数 但是呢 鸡类部分该怎么办呢 那么鸡类部分的拷贝构造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还没有调用鸡类的拷贝构造函数 如果没有调用鸡类的拷贝构造函数 实际上呢 构造的时候要完成 这件事情 123 123 同样的在拷贝构造函数里面也要完成这三件事情 现在呢 我们还少了一件事情 重新生成的时候 他会发现base没有合适的默认构造函数 可用 实际上是默认的拷贝构造函数可用 因为拷贝构造函数呢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构造函数 他提示的是 构造函数可用 我们需要调用鸡类的 需要调用鸡类的拷贝构造函数 base 将一个aller对象传递进来 aller对象传递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调用鸡类的拷贝构造函数 就会调用鸡类的拷贝构造函数 就是说derived第二 拷贝构造 用第一对象的拷贝构造一个第二对象 他会调用这个拷贝构造函数 那么 调用拷贝构造函数的时候呢 需要完成 三个构造 第一个是鸡类的一个构造 第二个是 对象成员 还有d的构造 d 对象成员的构造 这些初始化 一个也不能够少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有提供拷贝构造函数的话 拷贝构造函数 它也是一种构造函数 它的初始化列表写法应该跟普通的这种构造函数的写法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就是继承与构造函数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缘关系与继承 实际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边再做一个复习 有缘关系是不能够被继承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例子我就不举了 大家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自己举一下例子 假设A是B的有缘类 A是B的有缘类 也就是说呢 A可以访问B的所有成员 包括私有的保护的成员 私有保护公有的成员 那么C是A的孩子 派生妹 C是A的派生妹 那么C不是B的有缘类 也就是说C不能够访问B的私有的跟保护的成员 因为它不是B的有缘类 那么例子的话可以大家去编写一下 做一个测试 那么前面我们还说过了 有缘关系是单向的 这是有缘关系呢 不能够被继承 有缘关系是单向的 A是B的有缘类 它仅仅是B承认A是B的朋友 仅仅只是B承认A是B的朋友 那么A可以访问B的所有成员 包括私有的保护的公有的成员 并不承认B是A的朋友 也就是说B并不能够访问A的所有成员 公有的私有的保护的 它只能够访问A的公有的 不能够访问A的保护的跟私有的成员 有缘关系是单向的 仅仅只是B承认 A是B的朋友 A并没有承认B是A的朋友 第三点呢 有缘关系是不能被传递的 A是B的有缘类 B是C的有缘类 那么A不是C的有缘类 也就是说C承认C承认是B是C的朋友 C承认B是C的朋友 也就是说B可以访问C的所有成员 那么B呢又承认A是B的朋友 也就是说A可以访问B的所有成员 但是呢并不意味着C的朋友 C的朋友的朋友 C的朋友是B B的朋友是A 并不承认他的朋友的朋友呢 能够访问C的所有成员 也就是说C不承认A是他的朋友 C不承认B的朋友 C不承认B的朋友是他自己的朋友 C是所有的类共享的 它是被共享的 它的类存呢只有一份拷贝 所以说呢无所谓被继承 只有一份 我们来看一下 C不承认B的朋友 那么为了简单起见呢 我们这个静态成员呢 定义成公有的 对静态成员进行初始化 等于100 那么这静态成员是公有的 我们可以直接访问他 Base定一个对象吧 B对象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通过类 直接来访问 Cout 那么仅仅只是一个警告 他说这个局部变链呢 还没有被使用 我们先不管他吧 100 没有问题 对这个静态成员的营用 可以通过G类Base进行营用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对象进行营用 但是不推荐大家用对象来进行营用 B.B 那么在语法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容易产生起因 好像是认为 这个B消化线数据成员呢 是B对象的一部分 实际上呢 它们它是共享的 被所有对象所共享的 容易产生疑忘 但是也是可以的 那么也可以通过 Pathom类进行反问 Pathom类的作用率进行反问 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共享的 也是 是共享的 Ctrl F5 也是可以的 但是 最好还是推荐大家用G类来进行反问 我们来看一下 Pathom类的对象可不可以反问 Ctrl F5 四种方法呢 都可以进行反问 都可以进行反问 但是呢 推荐大家用第一种方法来进行反问 静态的数据成员呢 无所谓继承 因为它只有一份拷贝 只有一份拷贝 是共享的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首讲解的内容 这次课呢 就到这里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